我点击的是setting setting button setting button 没有东西去接收它 应该是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 叫 一个叫loading teacherloading 我们看 save event teacher testloading 看一下demo message 叫demo message 好 我们看到是在这个地方 UI demo message 好 是这个玩意 这个玩意 demo message 我写了这么一个类 好 现在我给它挂上去 随便挂一个demo message 好 就把这个东西挂在这来了 好 好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到 什么意思 在这 我在这 我点击了一个setting按钮 setting按钮 是不是csharp接收到了这个消息 看到 我在这发送的 loading 那我们在哪发送的 在 在这个 不是在这里面 在loading 在这里面 setting button 发送了一个谁呢 发送了一个39002 这么一个消息过去了 好 这样就发送出去了 发送了以后呢 我在demo message里面 哎 我写了这么一个东西 看它是等于多少 是不是3 13乘以3000 是不是39 是不是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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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多少 加1加2 39 39002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39002 39002 就csharp接收到了这个消息 啊 就loading 和csharp 互相发送消息的时候注意了 啊 那么这样就能收到消息了 然后并且 哎 我这地方接收到这个消息了以后 我又发送了一个 就 csharp 又发送了一个消息给loading 你看 你看 我又发送了一个 叫6004 6004 6004是不是属于lua部分的 是不是 你看我们lua部分等于多少 6004 啊 这个 03000 6000 是属于 属于这个lua UI behavior里面的东西 对不对 发送这种东西啊 那lua又接收到message了 哎 我们看到在第几行 lua receive message 其实 哎 就是在loading里面 在这啊 啊 lua又接收到消息了 我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啊 第一步是用csharp 又在lua里面给csharp 发送了这么一个消息 只要自断相匹配 好 然后发送了给lua 发送了给csharp csharp 接收到这个东西了以后 又给lua又发送了一个消息 看 发送的是不是都是属于 csharp的类 嗯 啊 两个之间通向 互相发送 不管是csharp 给lua发还是lua给csharp 发 那么发送的都是csharp的类啊 对不对 好 那么lua就接收到这个消息了 在这接收到 在这接收到 所以一样也能接收到 这消息 所以这样就通了啊 csharp给lua发 lua给csharp发 都可以互相发了 好 好 好 那我们接着接着往下看啊 这只发送消息了以后 你整通了以后 那么 这一点你这点 只要两个互相发送消息整通了以后 那么你这写代码也非常简单了 老师也帮你写好了 怎么写的呢 就在你的lua里面 我看到lua 哎 你以后写写东西了 这lua文件 好 如果你想 比如说你现在想一个写个东西 哎 在我写个demo 那我一上的create u3d 叫lua scribe 你看 比如说我们就叫l 这个testlua message 我点击回车 好 那我们其实在lua这儿 我们就能看得到 回车 在demo这个地方 lua ui message 你看 什么东西 这里面是帮我们生存好了 看 ltestlua 叫 寄成 l ui base 都寄成 ui base 看 然后这些东西 你看 这些东西都已经帮我们写好了 写好了 然后也是这样的注册 你就把这里面的东西改成 这里面的注册的消息ID 改成自己的 申请资源 改成自己的 啊 然后处理事件 都写好了 都写好了 改成自己的 就行了 所以说 从啊 都变成了填空题了 写了写代码就变成只要简单了 你发现 原来就这么简单 这个写一个写一个脚本呢 是吧 你按照老师这个去套 套模板 啊 第一步啊 第一步就是注册 第二步 就是申请资源 第三步 就处理这些消息 处理这些消息 就变成那个独立的东西了 当然 你还可以写上什么 你赛的重置啊 初始化呀 等等一系列操作 那么这个也是这样的啊 你要你要你要用这个框架的 用这个框架 你就记住一点 记住一点 只有Panel才会继承UiBase 或是啊 只有 Panel 继承于 这个 UiBase 或者是 或者是 LUiBase 因为只有它是通信类啊 只有通信类啊 通信类啊 才继承啊 不是什么东西来了 就继承这个UiBase 这是第一个 要注意的点啊 你说它解决了通信问题了 后你其他的问题 是不是你想怎么写 就怎么写 你在这个 你在这个C层里面 是不是就是MVC了 对吧 建造者模式啊 它是一个 又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封闭的王国 哎 只要继承 UiBase里面 那么所有的完成 的任务完成 都是在这里面去完成的 你分MVC也好 分什么建造者模式也好 对外 它只是做一个解决 帮你解决通信的问题 你的逻辑 以前怎么写 现在用单力怎么写 在这也是一样就怎么写 仅仅仅是加了这么一层 帮你通信啊 和申请asset bundle 所以说主要干了这些事 好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事项 就是一般的我们是写的叫 Lua写 逻辑 C下部写功能 很多同学肯定就分不清了 什么是逻辑 什么是功能 什么是功能 比如说底层提供的乘法 对不对 对不对 比如说底层提供的乘法 比如说加法 ADD ADD这么一个方法 让你传一个A 传个B进去 你的逻辑是不是 调用对不对 2加3 ADD 4乘5 是不是上层 功能 是不是只有一个 上层逻辑是千变万化 对不对 所以说底层的 比如说 我的功能 Lua里面 比如说这个 C下部里面 其用拖拽功能 比如说我们就想让一个物体 那么拖拽 是不是 是可以用C下部实现 你比如说 再比如说 我的Score了位 滚动框 让他会实际滚动 那滚动的时候 这滚动的功能 是不是用C下部可以实现 那比如说滚动了以后 替换里面的单元格 替换里面的资源 是不是要再用Lua去写 用Lua里面写 比如说里面的文字变了 那我们这些东西都要用Lua去写 所以正常的 一般的一般的一个公司 正常的情况下 一般的都是UI部分会热更新 热更新 当然现在的技术 称之不齐 每个公司的要求都不一样 有些公司甚至全部都用Lua去写 包括你的战斗系统 包括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都用Lua写 配置文件 全都用Lua 所以说接下来的一个项目 是我们项目的要求 所以说 能用Lua尽量给我用Lua系 Lua系完成 这是第一个要求 这是第一个要求 你只要反正能用Lua实现的 你给我用Lua系 其实还有还有这样的面试题 我现在 比如说我们的战斗 战斗一般的 是不是用C-Sharp写的 好 现在我需要进行更新 就说Lua这部 C-Sharp里面的一些功能 没法满足我的需求了 请问一下 此时的更新 该怎么更新 不知道了 剩下不都已经写死了 我在里面怎么变了 没法变了 就Lua再重写一遍不就完了 对不对 这么简单的问题 说一说 你要去学问 你要 但是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很多人搭不上来 所以说只要你涉及到更新的部分 都是用Lua去写的 Lua是可变的 你记住了 如果想想问到这样的问题 还好大呀 好 第二个要求 这只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 每个项目主要 你们现在接下来的时间 今天就可以先消化Lua部分 从明天开始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项目了 所以说估计 估计你们还是得 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要消化Lua 我也知道 对吧 方向看懂 对不对 第二个要求 第二要求 你要有这几个东西 就是你要克服几个困难 在这儿给大家列出来了 就是一个有几个技术栏题 你必须得攻克了 你如果你前面这个项目已经攻克了 那你这个地方就不用去攻克了 OK 有这么多东西 有这么多东西 嗯 这些可以不要 脚本优化可以不要 然后 这个可以先不看 然后这个先不看 这个不看 然后这也不用 嗯 OK 这也都不用 好 主要就是这几个 所以说 在你的项目中 我希望能体现出这几个东西出来 比如说 举行攻击 你要算 动态合批 近态合批 你要会用 网格合并 无线滚动 图文混排 UI粒子同频 怎么样解决 啊 分页系 分页系统 啊 比如说人物循环选择 还有这个 我们实现这种挤压流动的效果 啊 等等 这都是一些常见的一些 这个 在公司里面常见的一些 一些东西啊 常用的 这都需要写到你简历上去的 啊 所以你在设计 你们在设计这个 下一个项目的时候 第一个 尽量的用前面一个项目的资源 啊 不要去找资源了 不要浪费这个时间 啊 第一个就用前面的一个 啊 前面一个项目之间 第二个 必须是个RPG游戏 RPG游戏啊 必须的 对啊 必须是个RPG游戏 啊 然后这个第三个是能用Lua实现的 就尽量用Lua实现 所有的 所有的界面都要用Lua去实现 然后还有加上这些这些这些高兴点 啊 这些高兴点 就是说在你的这个项目中要体现出来 啊 每每一个小组都有啊 所以说现在目前肯定在你们的第一个第一大第一大这个困难 肯定就是用这个Lua框架 啊 这这个框架已经是非常简单了 非常简单的东西了 你进了公司以后你完全就摸不着头脑的 非常更复杂的东西 啊 而且这个东西设计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设计到这个 啊 Lua和CCUP交互 其实这个框架就是发送消息 非常简单 你进了公司以后发现 什么什么代理啊 什么什么多态啊 什么东西 你要处理一堆东西 什么refer 什么out 等等等的一系列的东西都都会都会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这个框架是最简单的 而且包括申请资源啊 你要好好先把简单的消化了吧 而且开发流程 我们说了 用这个框架开发流程 第一步你就你就在你脑海中要遵行这个过程 第一步我怎么样找资源 把资源申请回来 第二步资源回来我怎么样处处化 第三步绑定事件 第四步我怎么样分MVC 这一搞懂一系列搞懂 你以后用任何框架都不会的 都不是问题啊 啊 ok 好 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啊 还是一样的这个先把先把路啊的部分给消化掉 第一今天你都先把路啊怎么给新下部放消息 新下部给路啊怎么放消息 这个先搞明白 第二个 哎我怎么样写个登录注册 用路啊写个登录注册 昨天是吧没完成的 新下部的部分 今天是吧 你把它完成掉 如果完成了 用路啊怎么写个登录注册 我把路啊里面的资源再改一改 我再用路啊叫我们再写一下 所以就是干这个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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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